铁矿石价格还要大跌 澳元和矿业股跌跌不休 本期视频将通过两点因素来阐述铁矿石价格的供求关系变化 第一点是中国行业政策调整 第二是阿富汗 巴西等新的矿业股口国对中国的影响 大家好 我是购买斯中文部分析主管Jacky 最近铁矿石价格下跌速度很快 较2021年高点下跌了45% BearP等矿业公司的股价和澳元都在下跌 那么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点 中国近期多行业的政策调整 在2021年第二季度 澳大利亚84%的铁矿石出口到了中国 其次是日本和韩国分别是6%和5% 中国依旧是澳洲铁矿石最大的需求方 目前看中国钢铁行业近期发展显著放缓 中国对地产行业进行了政策调整 同时呢 钢铁方面作为中国政府减排战略的一部分 下半年呢 预计钢铁生产量将会持续降低 意味着大幅削减的政策呢 会一直持续到年底 247家中国钢厂数据显示呢 在当月钢铁开工率仅为73% 较去年同比下降了18% 目前河北省粗钢产量同比下降了19.5% 另外一个行业是基础设施建设 也是铁矿石的消耗大户 从疫情来看 西方国家通过大量的财政政策挽救经济 尤其是美国数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不断出路 但是中国目前近两年并没有推进更多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第二点 我们重新的潜在进口国来看 目前呢 巴西和阿富汗都是中国潜在的 阿富汗被美国国防部称为离矿的沙特阿博 拥有丰富的稀土资源以及铜矿 离矿等大宗商品资源 目前对澳洲政府来讲 本财年的预算预测呢 铁矿石价格每下降10美元 澳大利亚的民意JDP和联邦政府税收预计呢 会收入下降分别是65亿美元和13亿美元 综上所述呢 澳洲铁矿石出口额会持续下降 且价格持续低迷 难以大幅上涨 浙江会继续打压澳元 澳元的支撑因素呢 就会更少 同时呢 加上美元走强 未来缩紧的美国货币政策 也对非美货币会有打压作用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 想了解更多的市场相关信息 请关注我们的视频 点赞 订阅 感谢大家